嗨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的親民假期喔 在這樣親民時節 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的節日呢 我們特別要保持一顆 慎中追遠的心態 要吃虧忌 敗求逃喔 董哥 是這樣解釋的嗎? 是啊 如果沒有前人的努力 哪有現在的我們呢? 所以我們做人要飲水師緣 感謝祖先在過去替我們打下的基礎啦 今天的節目內容 只會從總體經濟面 來跟大家探討網友發問的問題喔 就好像美債殖利率的飆升 會帶動哪些族群成為受惠股呢? 還有美國拜登的政策 會不會影響到美國股市的走向? 還有原油的大漲 是否又意味通膨時代的來臨? 在通膨時代下的選股 高股息的股票 是否是現在適合進場的時機呢? 通通都在今天的 老王給你問 第一個問題喔 他是705 他說 為何大家都在講美債殖利率上升 會賣股轉債? 好像哪裡邏輯怪怪的 不是拋售美債才上升殖利率 那這樣拋售美債的錢去哪裡? 賣股轉債殖利率還上升? 說不通吧? 說有一波利空要來一趟轉現金 我還比較相信 韭菜有解答 聽到你的名字字取為韭菜 我就很想唱一首歌來送給你喔 韭菜我興趣的名字 董哥 好了 回到今天的節目上來喔 事實上 美債殖利率的飆升 當然是來自於 有很多人 遭受了美債 造成的美債下降的下降 而導致殖利率的上升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有個說法說 資金會由股轉債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喔 如果現在股息的殖利率平均來說 假設是1.5%的話 當現在的國債殖利率 上升來到了1.65%的殖利率 請問這位705 你會選擇投資高風險的股票 來奪取這個1.5%的殖利率 還是轉買進步零風險的美國公債 直接拿到這個1.6%的殖利率呢? 我想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 多數人會選擇債券 因為我只要投資債券 我一樣可以拿到1.6%的殖利率啊 所以喔 才會有資金 從股票市場 轉到債券市場的說法喔 第二個問題喔 他是小一 老王的分析 真的收穫很多 真的是好棒棒 沒有買賣的日子呢 會手癢 想請問現在 投資高配息股是好機會嗎? 其實這個問題喔 我們要從上面的一個總金面來探討喔 當現在呢 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之後 如果來到1.6%的水準 那麼就代表 如果你的股票持股 低於1.6%這個殖利率喔 自然呢 市場就會認為 沒有投資的價值喔 因為風險比較高 殖利率也沒比較好 所以這個時候啊 市場會去找尋 殖利率比美國公債 目前殖利率還要高的股票 比如說 這場股票的殖利率是1.8% 1.9% 甚至來到2% 自然就有較大的吸引力喔 來跟債券的殖利率做一個比較 投資人呢 也比較會願意冒著風險喔 去承受比較高的殖利率的配息啦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高股息 當然會是未來 美國公債殖利率 持續往上的選股邏輯喔 因為你要想喔 萬一有一天 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來到了2% 3% 甚至更高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是殖利率較低的股票 自然呢 就會不斷喪失他的資金吸引力喔 第三個問題呢 他是 NGG 他說啊 謝老王常分享有用的分析 那麼我也要來分享一些市場感應喔 經營的價格似乎短期見頂 美元的弱勢意味使經營創高 但同時油價卻穩步走高 這樣的局面 是否預告全球股市人會走高 因為通貨膨脹和賽息走高 而美國新任團隊的政策 是否不利於科技股和台灣的股市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 黃金在前一波波段的弱勢 從1900多塊美金 持續的往下看底喔 這樣的連動其實是跟美元指數 也就是美元的走強 有強烈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去年黃金的大漲 最主要原因 就來自於 熱錢的炒作 那麼熱錢的炒作 就要虧公余喔 聯準會實施無限QE 無限印鈔 造成全球熱錢流竄 這些熱錢呢 就開始轉向 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 去做炒作 所以你可以發現去年 真的可以說是 原物料大漲的一年 因為都是 世界上的熱錢 好去炒作的 那麼當現在 美元指數開始轉強 美元開始由貶轉身 代表國際上的熱錢 重新回到美元部位 這時候 這些美元就會從 這些大宗商品的市場 開始做撤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黃金 於是就跟著美元指數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反向連動喔 那麼石油的部分 為什麼沒有跟著 反向連動呢 因為國際原油 通常我們還會考慮到 供需層面的問題 也就是石油的產量 跟需求量 通常才是影響 油價漲別最重要的關係喔 那油價的大漲呢 其實就宣告 叫通膨時代的來臨 因為石油是很多 民生必需品 最上油的原料 當今天石油開始漲價了 那麼下油的民生用品 當然也會跟進寒漲 於是呢 就會帶動靜異部落通膨喔 通常呢 通膨會發生在 經濟成長的狀態 也就是代表 美國的確是走向 一個經濟復甦的路 而且這個經濟復甦 可能來得 比你我想像都快喔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呢 於是乎 市場就開始謠言謠傳 鹽組會 非常有可能 提前到了明年 就會開始升息的腳步 當然 如果一傳出升息的消息喔 難免引起股市的動盪 因為代表 美國要開始把熱錢回收了 不過 如果你從長期的角度來看 升息只會發生在 經濟成長的一個階段 那就代表 股市終將反映經濟的成長 所以過往 美股在升息循環 其實都是一個多頭走勢呢 最後再來回答你一個問題 美國新任總統的政策 是否會影響科技股跟台股呢 這個答案 絕對是YES 因為最好的例證 就好像是 川普在位期間 推出的美中貿易戰 不是就數次影響到了美國 台灣 以及中國的股市發展嗎 最後來回答兩個有關 髮型的問題 第一個呢 是CHUNG CHUN 他說 祝老王 牛年行大運 老王每天整理頭髮 要花多少時間 其實不會太久 因為我已經長期養成我頭髮 翹起來的習慣了 只要你每天對著你的頭髮 你也可以跟老王一樣 翹起來 第二個問題是美娟 美娟說 髮型 不行 人帥氣 美娟 你好好講喔 是哪個髮型不行呢 這個 這個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 就請觀眾朋友 一起來幫老王票選吧 看看哪一個髮型 不行啦 王以龍 老王疾苦會投過於所推薦 分析之特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感謝我們的負責 感謝你的負責 負責 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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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